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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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修行法话就十多年 你是说不会配合她 是吧 她肯定是啥也不管了 家里 你想怎么样 你觉得她不容恰吗现在 她都学佛的哦 你觉得她不容恰吗现在 不是 她不容恰 现在有些毛困嘛 嗯 我这样有点困惑 我怎么想要去跟她相处 就这样 像一个人一样相处 你就按人事来做 不管她是修成大菩萨还是佛陀 你就像一个人一样 去跟她相处 关心她 少要求她 因为修行的人 修学有点啊 因为你这个是探讨到一个修学人 他一个 我也不知道你老公修到啥境界了 修法华境不代表修成了法华境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修行只是说有一段时间 从我自己的在家人修学 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修绝儿修入入不动的时候 生性不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最没用 因为你不动了你能做啥呢 就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人就你了 如果坐在那身心还不能动 还不能认人道的东西 然后生性不动 每天打坐几小鞋的时候 出来也就是呆的 她反应不过来嘛 她能够迅速的出她的财迪境界 出到人道也比较难 她的那种状态 思想状态 更像是出家人 出家人啥要的 出家人啥要的 四大皆空 她的那个或者说她的注意力都在那个 佛经上 出世法上 张嘴就是四月 张嘴就是佛化 我 不过人世间人 她也不准备出家 是吧 这样也是 然后你想让她说一些世俗的东西 是吧 对 因为我们小儿还不是小 嗯 她想出家吗 她想出家吗 没有 她不想出家 让她太想出家 出家人也是个人嘛 反正你也是个人过嘛 世俗人也是个人 她是跟别人不一样 除了她说话不一样 她是干活不在家里 你干活不 傻也行 因为我说妻子的话 我还是不上不遂 她也不上不遂 我让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听我的话 然后有时候 因为我感觉他也太出事了 所以就看到一些对抗的 对抗的 你一不小心嫁了个和尚 在家和尚 觉得嫁了个在家 我也不知道 你说让他别休息了 这个也不行 但是这个最主要是你老公 应该跟你老公谈 他好好的在家 他做得太出家了 这个应该跟老公 他要不改变 你显然你不愿意配合 这个在家出家人 你配合 现在他的改变 不是你怎么配合 你要配合就是就到他出家了 唯一的了 就到他是个出家人 那你配合 显然你不愿意吗 你觉得我要过人世界的日子 能不能等一等他 他要是万一裂成了 休息成了 他就又回来了 他经历过那个出事 离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虽然他法华经是修第一地的 他本来是这个 但是他要是小时政 那么他有一段是离乡 离乡的过程中呢 这个时候真的是很难跟世俗反应 你要是没有定力的话 你很难通融的 全世界都觉得你是个没用的 全世界就觉得你离红城远了 但是他离乡离到一定时候 他进入或无分别的时候他就又回来了 他需要一个过程 因为我是他老婆 他家里人他妈呀 然后他那些 对这个事啊 那他对你不好吗 你觉得挺好就是在这点上 就是他修行 你愿意让他放下修行吗 你现在问我是不是想让他不要修了 就是更入室一点 但他可能做不到 他能力不够 他不是做不到 是能力不够 他入了室 他就又出不去了 他觉得入了室 我就是个反复 我稍微出室一点 我还能保证一下定力 他做不到 修行这一点是 其实真正不是出家 修行是最后出轮回的 出三届的 如果他从法华金开始入室的话 那他是 他从达成到 那他是出三届轮回的 那是真出家 那个出家就是出轮回之家 不是只是世俗法 而入室法 只是有些修行人会 很平和地去处理家庭 家庭这个矛盾 那有些修行人 一旦开始迷上修行 就真的是处理不了 不是不想 他真的做不到 他没能力 那你怎么办呢 是吧 现在修行人也很多 这个能够处理在家 在家这个矛盾什么 就是互相理解吧 我觉得也没别的好办法 如果你爱他 去理解他 如果你真的去爱一个人 他是他的 如果他放不下 他是在放不下 而且对修行来说 如果你说他沾染上了赌博 或者赌影 我劝你直接把他扔出去 但是呢 当然是也可以改变的 但是如果他现在是学佛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还跟赌博赌影不一样 这个学佛 万一他要修成了 是吧 如果一直得到鸡血身体 就是然后你还 大家都能沾光 我们也能沾沾光 但是就是说 就是看他修成修不成 他要这个路 未来还是光明的 但是就是你怎么理解他的问题 还不是说他做了坏事 他也没有在外边嫖啊 躲啊 找小三啊 什么这些 人世间男人这些坏毛病 他倒没沾 没沾了就是修炼了 看了法华经 我觉得这个还不算坏毛病啊 就虽然是不世俗一点 就是不太像世俗人了 但这个只要他不走偏 你就看法华经 应该走不偏吧 他都说这个人就入门的话 他只要不走偏 我觉得未来还是蛮好的 就是他能够 虽然他坐在坐地上不动了 他在聊一些缘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善报 有些功德还是有的 修学这是佛菩萨 佛菩萨给予的 你佛陀自戒 当然带他的地 不是我们经常 不看身面看佛面嘛 是吧 有些师傅穿上加上 我们就顶礼啊 什么 其实就是这次佛 佛给传下来 就保护他的弟子嘛 这个世界不好修嘛 是吧 穿上衣服啊 给说你 你借了个佛的名号啊 佛菩萨的名号 大家就恭敬你啊 给你一份 而且未来修行 也挺时髦的 很多人会不会说是 哎 说这个修行人走到街上 不会 不会冷眼泡灌 傻了 有毛病啊 修行 现在说你这个修行人 大家最起码会觉得 如果你修行 最起码 心里一一约一会觉得 这个人可能比较善良 正直 诚实 可能愿意跟你打交道 去做生意 因为觉得你修行人 最起码你会信英国吧 不至于说没底线吧 是吧 我觉得有时候 没准他的修行 也会给你 比如有人 本来不想跟你家人 做生意 不跟你合作 但是突然你老公是修行这 修了很多年 他因为这个 他可能会觉得 这个最起码他修行的话 我还是能信得过 也有可能带来一些呈现 带一些功德过来 表面上看 他是你们会 好像在付出 其实看不见的功德 也会毁了 只是说 你想让他改变 变得说是 边修行 真的是那种 不负如来 不负清 但这个刚开始修行 他很难的 这个需要跟他聊 不是跟你聊 让他改变 让他能够更 更圆融一些处理 你要求他 他肯定够吃 是吧 他说我改不了 是吧 我就这样 比较好的相处模式 我觉得 如果你要真的 真的要跟他相处的 就是 除非你也修行 要么就理解他 支持他 要么你也修 你修得比他还精进的 看他怎么办 就说你看 是吧 我先臣服 你先臣服 这就是 他 他不行 你搞不定他 那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明显的 他现在执着了 都不跟正常人一样了 你修行 你像一个正常大菩萨一样的 没准很快 他卡在 他看着很精进 没准他就卡在一个筷子上 过不去 你啥也放下了 你看 你修行 这是最好的 就是夫妻俩要解决 就是你变成他 你变成一个修行人的时候 能体验到 他的酸铁过来 直到他坐在坐地上 三个小时 坐在那想 你以为他精进 然后你坐在坐地上 坐了三个小时 除了腿都 啥也乱七八糟 啥也想 而且是 你也觉得 这修行也没啥 但是为了成道 好像就这么做下去了 是吧 你就会理解他 因为 毕竟是两个人 老公和老婆相处 最主要是理解 你能理解他 目前的心态吗 他在做什么到底 不是一味的去 说是他在修行 他真的在修行吗 你不要被他修行的模式 说他看了法华 就在修行 我倒不再否定你老公 你一定要看看 他在想啥 每天从早到晚 他在想啥 是吧 他在想啥 他在做啥 他准备做啥 是吧 他真的要成佛吗 知道吧 如果他真的想成佛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想成佛 而且放弃一切去 我觉得你祝福他吧 鼓励他吧 真的很难得的 忍着 如果我们的身心有需求 或者是什么 觉得这个老公 好像被佛陀抢走了 好像学了佛 这是佛陀的粉丝嘛 这就跑了 实在不行说我们各方面 问题是分开也是可以 因为真的有时候改变不了 因为佛陀的诱惑量太大 我也拿不回来 有时候我真的拿不回来 我跟他说社困不二都拿不回来 是啊 但是我知道有个修学 因为我也是修学 我知道他一旦进入无分别这间 他就又回到红尘 他会回来的 他开始好像出 后来就又回来 他不得不回来 他不回来成不了佛 我告诉你 他要那法华结修 我告诉你 他迟早会回来 你就等他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这种忍耐 总比他在外面找小三好吧 很多女孩子都忍着 老公没学佛 出去找了小三小四 我觉得更难忍 不如他学佛去 你要比较的话 也可以这样想想 忍着这个 你也修啊 你修就不用忍了 你也看法华结啊 我到底看佛说啥了 怎么能把你 改成一个 从一个世俗法 对世俗法 因为世俗法的诱惑力很大的 一个人能够 突然放下世俗法去 对佛学感兴趣 到底这个佛头有啥魅力啊 这2600年 他都瓦身了 怎么还把我老公 诱惑得迷离乎乎的 去搞清楚他 如果你有天搞清楚了 你坐在那 你老公说一波 我告诉你 你要把法华结搞清楚 我相信你的能力 你要把法华结看通了 你坐在那 你直接跟他说 法华结说啥 说啥 你老公说 好老婆 你先修吧 我给你 当牛做嘛 担茶吃后 你要啥给啥 肯定是 肯定你能征服他 现在 他说啥 你说 跟你对着干 你要想 孩子也小 其实夫妻相处 没有他学佛 还有其他的问题 这一生啊 就是说这个夫妻 能够白头到老 你也知道 很多人 不是这个问题 他学了佛 这个问题 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佛的魅力太大 有时候拉不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去怎么样去 就是说怎么样去相处 那你就得理解他 其实所有的都是理解 理解宽容 他去找了小三小 你要不准备给他离婚 你也能理解宽容 就是他一时的 就是那样嘛 被诱惑了 就是等等 你不理解宽容 大家就离婚 是吧 唯一的就是 离婚吧 一百两三 但大家总是说 孩子还小 离婚好像有孩子 伤害孩子啊 其实无所谓孩子 就算是自己也苦啊 因为谁也不想离婚啊 结了婚 再离婚找个谁 再找 能更好吗 能更好吗 再找个不学佛的 每天吃喝嫖妥 能更好吗 是吧 又是新的问题 重点是 当老公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理解 但还是沟通 你跟他聊啊 他都是佛菩萨 他都是菩萨道嘛 你去把你需要的 跟他聊啊 比如生活上的问题 他说 我这要过下去 我不行 虽然你在修 但是我是个凡人 我现在还不修 那么我们俩能不能 达成一个构思 你也不准备离婚嘛 咱有孩子嘛 你能够是吧 满足我一些需求啊 你跟他聊啊 你谈过吗 你只是惹着 或者谈 他不愿意 没谈 他信都别护是吗 就是说我刚才谈 他觉得 他觉得他认识比我高 学佛的都这样 你回去告诉他 我们不是法华界说 我们大家都是佛平等的吗 是吧 你怎么我比你低那么多呢 你这不是分别吗 这 我也是空性四线啊 哦 问题是你修没修 哦 你要是不甘心想征服他 我就想你学 学得比他厉害 我觉得你可以的 我觉得你这个路也是可以选择走的 就是你学得比他还好 我的天啊 这个旁边有俠客呢 你跟着学 他不改 那你怎么办呢 你除了忍辱 福山六都里边有忍辱行 忍辱行就是 但是要三路提供忍辱才管缘 不能死忍 说我就是个忍力 我就在那忍 你这忍得俩力胀满 该气不输 你就气死也没用 你又成不了道又没用 改变 我空他空 这些事空 你就出了人道了 这就是修炼 这就是金刚经啊 你要以这种 你就都了解金刚经 但是你现在是 我不空他不空 事不空是吧 所以我们是忍力嘛 对人道来说 我相信是他给你带来了痛苦 因为你爱他嘛 你就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他现在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就带来了痛苦嘛 但是一出人道 这个结论 这个是不成立的 没有人给你带来痛苦 一出人道就不是了 因为佛是站在三界六道开问题的 我们遇到他还是生生世世的缘分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经历的 就算我们今天是换了一个丈夫 也有可能我们会痛苦 因为我们忍不了 忍不了这个丈夫出现的任何不合我们心意的事 假如找到小山我们也痛苦 这伙不干家务我们也痛苦 说每天就吃喝玩乐 不干家务也痛苦 没钱也痛苦 买不起别墅也痛苦 这个老公温娜也痛苦 太优秀了出去找小山 就各种痛苦 是吧 你这个是学佛了 就不干不做人了 就是也痛苦 最主要是你的痛苦来自于 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女人的位置上 你需要一个男人的配合 当然你说我不需要 我孩子需要 是吧 如果没孩子吃的时候 我相信你照样痛苦 这只不过是个说法 如果今天没有你的孩子 你照样痛苦 是吧 一样的 永远痛苦 因为我们有所求对这个世界 对父母有所求 对孩子有所求 对丈夫 妻子有所求 因为所求所以我们苦 长大了孩子不听话 我们也很痛苦 你想让孩子考个大学 他中间不学了 他给你错学了 他不上学了 他在街上 要卖红薯卖豆腐去了 你也觉得 哎呀 你看培养你成了辩护 你这么 就也痛苦 你也觉得不开心 是吧 又没出息 对 只要你有所求 你就痛苦 但你能倾向你的所求吗 所以没有人给你带来痛苦 一个无求的人 他不会痛苦的 但是一个无求的人 怎么是个什么样的人力呢 一个只要是人力 他就有求啊 只要有我 他就有求啊 无我的人 无我 他求什么 而且你知道吗 一个生命里边 如果有两种精彩 一种是外球 拥有这个世界一切 这个很精彩啊 这个世界 心想是这个 你想要的全有啊 你想要的富贵 荣华名利啊 其感情都是圆满的 这个你活得很精彩 还有内政法 你的精彩可以在那里边圆满 外球法都是要配合的 外球法 比如说 你要和精彩 你不得很有钱 你不得赚钱 是吧 你还得有福报 还得护住那个钱 这就是赚了钱 你还得保护住 不要强到强了啊 你还得能享受 赚钱的人不一定会享受啊 还有 你要找个老公 老婆幸福 那老公老婆还很爱你 把你拖成早上明珠 哎呀 为你 你就是手心里的宝 是吧 你找了他不爱你 你也不幸福 是吧 名啊 虚名啊 还有学区 所有的都需要别人配合 你才能幸福 外球 内政就不需要 一个人搞点 是吧 里边就是圆满的 阴阳平衡 里边就有一个男 住着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因为我们投胎的时候 一个父亲 一个母亲 父亲母血嘛 合在一起 再加上我们三个错觉 三个错觉 就是我们现在 你里边本来就有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 不需要外战的男人 配合你 你才能爱情幸福 婚姻幸福 所以你内政法 就可以达到内在的平衡 就里边 你会把自己修成一个 无男女像的人 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求外战 你要嫁个好老公 找个好老婆 你就不会在乎色相 说哎呀 你看见一个女孩子就晃 看见一个男孩子就晃 内政法 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就是拥有了三千大千 内政法更厉害 就是佛陀 就是通过内政 有一天他发现 他拥有了全宇宙 无处不在 是吧 他活成了最精彩的一个人 是吧 所以他满足了 没有什么东西 不在他的心向里实现 因为微臣都是他的东西 他永远不会有缺失感了 是吧 心的圆满 这个是内政法 就是两种精彩啊 你看 他现在你老婆想追求内在的精彩 是吧 内政 说明他外边 他也是有缺失 他可能 所以如果一个人 他有外边的缺失需要很多 就是说 不是你一个人能达成的 婚姻的幸福也需要两个人 是吧 内政法 一个人做坐垫上搞垫 你都需要的不多 一个坐垫就够了 坐垫 在淘宝上才几十块钱 买个坐垫 人到地上 直接爬上去 是吧 八个小时 可能搞垫了 是吧 我们外政 外边寻求个快乐 你不得 你需要很多人配合 你才能快乐 这也是寻求 寻求幸福快乐的 一个捷径啊 内政啊 你这样内政 老公看法华记 追不上你的 他每天看我师父 但是他还是不自在 你直接上座 你买个坐垫 直接放在他面前 排上腿 是吧 哪天 他在那读法华经 阿佛寿记 什么读到胸头有脑的 然后 你买了个大坐垫 直接放在他面前 然后排上腿 坐在那 你看看他怎么反应 是吧 没准他就降服了 我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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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上去 那我就很少坐 是吧 你要实证 你实证进去 然后再跟他讲法华记 就说你们 你看错了 你看你 你看你看得多执着啊 老婆都你看这样 老婆都说你这执着 还做佛呢 是吧 搞不定 你可以 真的可以的 这是福尊很难搞定的 我上华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